烏青霞公路在密爾瓦基狹路相逢 上演堪稱聯盟最強雙人組的 正面交鋒 而開賽這兩支球隊 就沒有讓球迷失望 各種球先進攻端互相 虎拼的畫面要多少有多少 看到希拉怪他壓得一條龍快攻 飛聲扣籃給對手下馬威 回過頭盧考當局表示 再帥也就兩分 不過在三分線外首起到落 就是三分進帳 總計這兩位聯盟巨星 在第一節雙雙都為球隊 轟下了十二分互別苗頭 而在第一節比賽打完 兩方而馬也贊成三四比三三 獨行俠一分領先的激烈對抗 所有戰局來到第二節 公路獨行俠的火力依舊兇猛 盧卡半場十四頭七中 個人獨達十七分 雖然Irving手感一般般 只有六分進帳 但是Grand Wellness前兩節 拿到十一分是成功補上火力 不過面對軍榮壯盛的公路來說 似乎有些不夠 除了字母哥在第二節提升火力 各種不講理的衝擊禁區 紅霞二十分拔籃板 同時小禮被刀上半場的十分 以及其餘六名隊友 得分開張的火力輸出 這張公路反倒以六十比五十八 協位領先進入到下半場比賽 但這兩分領先 在NBA基本上是有跟沒有一樣 一籃在戰 盧卡繼續高歌猛進 劍一個吃一個 來兩個我吃一雙 全場三十五分 九籃板九助攻全能演出 加上薩滿哥凱瑞Irving 下半場也及時蘇醒 整場比賽轟下三十九分六助攻 算以藍色軍團打出單節 四十比二九的猛烈攻勢 前三節打完一九十八比八九 帶著幾乎雙位數的領先 幾乎到決勝節 甚至還一度 拉開到全場最大十二分的差距 結果正當大家覺得 蜜爾瓦基要涼的時候 希臘怪胎挺身而出 包含他這季全場唯一的三分球命中 他老哥這一場忽下四十分 十五籃板七次助攻 加上決勝關頭 Demelina打卡上班 全場二十七分裡面有十四分 集中在第四節比賽 同時外帶十二次的助攻 這張公路成功壓制 獨行俠逆轉超前 就算卡玉的單節十五分 也相當精采 但是面對蜜爾瓦基雙星同時出擊 是難以招架 而公路也在中場前三十秒 靠著Yanis的中距離急停跳投 將領先擴大到七分差 就此鎖定勝局 中場比數132比125 公路擊敗獨行俠 笑納四點勝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